林叔叔 您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呀 颜朗是颜颂的儿子 林乔觉得 那可能也是他的儿子 所以林乔打算带颜朗去做亲子鉴定 等确定了就 他想干什么呀 他把颜朗带回家 糊涂呀他真是 叔叔 您别生气别生气 我一直没告诉您 就是怕您气坏了身体 林乔这小子 也不知道从哪儿修来的福气 有你在他身边呀 子鉴啊 叔叔老了 以后林乔 你就好好帮我管着 您放心吧 叔叔 那 那我先走了 一会儿林乔回来 好 你走吧 爸 我要跟林乔好好的谈谈 那 那我先走了 爸 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怎么了 你这个混杂东西 你想忙我多久 你是不是又和那个姓严的女的 牵扯不清了 对 我是找颜朗 我找颜朗要解决一些事情 怎么了 解决 你有这个能力解决吗 爸 你要如果想让我吵架的话 我没空 现在吵架 总比你把那个女人的孩子带回家来 当自己儿子养养好 谁告诉你的 怎么 我要是不知道 你还打算一辈子瞒着我吗 我没准备瞒 我本来是想做完亲子鉴定之后 再把颜朗带回家来 闹 就算你证明 是你自己的亲儿子 我也不允许 你把他带回家来 为什么呀 爸 我们家 没有这种来路不明的孩子 我也没有这种没名没份的孙子 爸 颜朗可是你的亲孙子呀 不许说 我不会同意的 爸 我不管你现在同意不同意 如果颜朗是我的儿子 我就一定让他回到林家 怎么是你啊 我特意来等你的呀 你想瞒我多久 你有什么目的啊 林强 你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你把颜朗的事 告诉我爸了 不是我 再说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也不止我一个啊 最好不是你 林强 是不是因为颜朗的事情 跟林叔叔吵架了呀 我爸不同意 我把颜朗接回家 那怎么办啊 林叔叔会不会很生气啊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呀 苏琪 你要如果支持我 把颜朗接回家的话 其他的一切 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那如果你觉得我爸 可以阻止我的话 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 不可能 你也不想要 林强 别气了 别气了 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提这些 对了 我今天特意来 是约你吃晚饭的 听说啊 新开了家餐厅不错 不然让我去试试好不好 好 好 喂 让张医师现在到我办公室来 对 就现在 苏总 张医师来了 苏小姐 您找我 DNA的亲子鉴定准确率有多少 至少在99.97%以上 那也就是说几乎百分之一百 基本是这样 那怎样可以让检验报告 显示得毫无血缘关系呢 这要不是亲生的 那检验医师出来以后 肯定是没有血缘关系了 我的意思是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两个人的检验结果出来之后 显示百分之百不是父子关系呢 坐 张医师 如果确实没有血缘关系 那检验结果必须百分百不是父子 苏小姐 你问这个是医药 林乔过两天带阎朗去您那里做DNA的亲子鉴定 那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不管他们是不是亲生父子 我都希望这份检验报告出来 显示他们毫无血缘关系 刚巧我听说您的医院里有一位主任退休不久 那个位置正在空着 如果事情能够顺利地办成 我会让我母亲跟院长打个招呼 推荐一下张医生 不好意思思索小姐 这件事情我不能报 妈 你看我换得怎么样 我看看 真棒 有进步 什么样 明明只有很大的进步好不好 你应该好好地夸夸我 是 有很大的进步 不用急了 谢谢妈妈 月朗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来 过来 送这个 做什么事 我答应你林乔叔叔 要你跟他去做一次亲子鉴定 妈 我听周越同学说亲子鉴定 是来证明林乔叔叔是不是我爸爸的 那你会不会怪我呀 妈 我有个问题 问吧 你是不是喜欢林乔叔叔呀 你是不是不喜欢林乔叔叔 我确实是不喜欢林乔叔叔 我喜欢秦孟叔叔 林乔叔叔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希望他能够简单快乐一点 两位请慢用 谢谢 来 我们尝一尝这家的手艺 听说厨师是个地道的法国人 味道也很不错 我相信你一定喜欢他 我相信你一定喜欢他 林乔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问吧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严朗证实了是你的儿子 你和严颂会怎么样啊 能怎么样呢 我只是想要回我的儿子严朗 并不是严颂啊 无论发生什么吗 严颂怎么想我不关心 我爸怎么想我也不关心 只是严朗是我的儿子 他必须要回到我的身边 还有 我觉得你现在说来说去 我觉得唯一最担心的 反而是我跟严颂之间的关系 我现在就让你明白 思琴 你是我的未婚妻 我不会因为严朗的事情 而去破坏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希望我将来的妻子 能够接受我的儿子 林乔 我爱你 我就会接受你的一切 也包括你的儿子 我会做他的 要不要进去坐一会儿 我妈还说好久没见你了 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吃饭呢 今天就算了吧 很晚了 回去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赶紧静儿阿姨我们一起吃饭 好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林乔 林乔 答应我 这一次一定不会离开我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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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总 想清楚了吗 嗯 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办好了 一定有足够的回报 谢谢你 苏总 那就安排在这周六 然后你通知一下林乔河 知道了吗 好的 我这就去办 等等 如果这件事情搞砸了 我要你好了 好的 好的 去吧